在广州天河区的一栋小楼里,罗密欧习惯在开始每天的工作之前先给自己泡一杯咖啡,连他的猫都取名拿铁。 这位意大利人已经在广州生活了14年,他手里的这本字典是20年前他开始自学汉语时买的第一本书。 封面已经丢失,书页也脱落,但它是罗密欧自己古董级的收藏品。 罗密欧的书架上既有中国四大名著,也有外文读本,他的家也是中西河壁,古典的屏风被他买回来改装成了房间的门。 在广州生活的14年间,他做过企业员工,饭店经理,做过媒介公关,现在则是个主持人。 在不久前,他还多了一个身份,广州市社区友好使者。 这是因为他参与了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成为一名外籍志愿者而得到的表彰。 同时,意大利国内的疫情发展也让他十分牵挂,他直言,某一天他真的很生气,也很着急。 于是,有了两个月以前,他在国外社交媒体的第一次直播。 是,有了一年跟他如此。 每一个公司都给 cara重点 就是这阶级做的 这几复 2022 我现在可以试音 给大家 ist不小 也可以 你可以去推出虚Down 这里上有很多远先生 你是不过联系 definitely pouvez基石 住着 都 tak 通过社交媒体 罗密欧将自己在广州的亲身体验 这个城市的抗疫措施 传播给了国外的朋友和观众 展示了广州的真实现状 也分享了简单有效的防疫手段 他成为了亲历者 也成为了传播者 罗密欧说 因为他在广州获得的信息和经验 住在意大利的父母和姐姐 成为当地最懂得保护自己的人 自己反倒放心了很多 最近这位没有太多工作的老外 刚刚买了几本书 开始研读 他说这些书他看起来很慢 需要做很多的笔记 当初之所以会学习汉语 一大原因就是他觉得汉字非常有魅力 而现在他可以把中意两国的文化 结合起来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分享和传播不同的文化 我再提前到过 我的想法 这一条 不用理会 这些端子 绝对 代表 这些端子 昨天 我也 能 你认为啊 我们不会对你的男人无论 我们不会对女人的男人 如果你初 chancerak Guerrero 但是她验 谢谢